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时大家谈 几天前有美国华语学者发文称 与毛左派文人司马南现身洛杉矶华语电视 并且从事与媒体运作相关的商业行为 因此疑似移民美国 这消息在互联网引发评论炸锅 司马南本人在回避处理几天以后说 他没有移民 并对屡屡遭遇的被移民嗤之以鼻 那么司马南到底是不是司马仪 自称做中国人挺好的他 频繁出入美国究竟为哪装 有关司马南爱美国式生活 骂美国式工作的评论是否中肯 司马南今天就现身时时大家谈 拿出他的说法 好 下面我们有请司马南 司马南先生是从美国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 通过skype参加节目 欢迎你司马南 好 老师你好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听众和观众都可以拨通电话来参加节目 首先请这个司马南先生来阐释一下 你现在是司马仪还是司马不仪 我叫司马南 但是有一段时间呢 比方说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就会有司马南移民美国的谣言 这谣言呢层出不穷 那些制造司马南移民美国的这些话题的朋友们总是乐此不疲 所以我在前几天北美华人春晚上有一个被采访的环节我开玩笑说我现在恐怕要改名司马仪了 这就是一个移民的意义 刚才保持在介绍这段情况的时候呢 说了两点 一点说呢是有一个华人学者 他认为司马南疑似移民 我要做一点更正 那个叫拉小冰的先生呢 他并不是说疑似移民 他是一口咬定司马南见了他 并且司马南到他们的公司去拉广告 所以他确信司马南移民 我要说这位叫拉小冰的先生 无论他此前做过什么说过什么 在关于司马南的问题上 他说的不是实事求是的 他说的是赤裸裸的谣言 第二刚才保持在介绍情况的时候还谈到 说司马南说这个在骂美国那是工作 在美国那是生活 这是有人编造的司马南语路 司马南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我要重新思马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司马南没有移民 司马南没有打算移民 司马南的家人也没有移民 好 谢谢你刚才这番这个阐释 抱歉我们问题比较多 所以我们节奏必须要快点 你刚才说你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永远不会移民美国 我听这话挺熟的 因为前几天我看赵本山也说 他说我现在没有移民任何国家 他说我们国家发展挺好的 我为什么要移民 我永远都是中国人 看来你的这番表白跟赵本山的想法是差不多的 做中国人挺好 永远不会移民 我跟赵本山的说法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我刚才并没有说永远不移民 我没有使用这样的语言 我是说我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我没有想移民 做中国人挺好 但是我恰恰有另外一个方面的理解 那就是在今天世界地球村一体化的情况下 移民是个人权利 移民的这种个人权利 是受联合国人权公约保护的 司马南是普通的公民 司马南不是贪官 没有些巨款 巨额来源不明资产移民 美国或其他什么国家 所以司马南这是一种个人行为 我不是说司马南不能移民 所以这个情况还是有差别的 就是现在你仍然留一扇门开着 未来有可能考虑这移民的问题 我只是说我有这种权利 事实判断是司马南移民 没有移民 司马南这个也没有想移民 但是司马南有移民的权利 三个意思 而不是一个意思 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 你保留将来有权移民美国的这种权利 我们就这样说 这样表达就会延伸出 另外一个复杂的解读来 是 好 那我们就暂且停留在你的刚刚才这番解释上 那么我看了一下你最近 为国际卫视做的司马白话 这个可以说是专题节目吧 从去年 是吧 从去年11月开始播出 每个星期 星期一到星期五 每天30分钟 我看你是蛮拼的 挺累的 一个人这个在那白话 每天白话30分钟确实挺累的 你谈的话题呢 包括有贪官这个通奸 有裸官摸底 还有小官聚贪 都是跟中国时局啊 非常窃提的 有可能有人说你这是真贬实弊 但是也有人说你这是在抹黑中国 请你来给解释一下 我去年11月在美国国际卫视 爱森国际卫视开办一个司马南的个人脱口就节目 这个节目呢是日博 就每天都有节目 所以刚开始做这个节目呢 这个我就想做一个集中的选题 所以谈了大概有40多期 中国反腐败的这个主题 但是接下来比方说今天的节目 我们谈的就是美国百老会的艺术 谈的就是中国华人艺术家 在美国百老会呢如何成长如何进步 两种文化如何融合的问题 所以呢在我的节目当中 不仅仅是谈腐败谈实证 是什么问题都谈 是一个万花筒 第二那么谈中国的腐败问题 谈中国的官员的一些丑态 是不是就是抹黑中国呢 有些认为如果你说中国有问题 就叫抹黑中国 我不这么认为 重要的是司马南说的是不是事实 司马南是不是像那小兵先生那样 编造事实 中国有问题 中国有官员腐败 这是事实 中国正在开展声势浩大的高压态势的 反腐败的斗争 贪官各个尽弱寒蝉 也是事实 司马南把这样的一些事情讲出来 应该说这不叫抹黑中国 而叫实事求是 是中国正是自己问题的 一种政治自信和文化 嗯 司马南刚才这个你谈到你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了 那么最近呢 中国国内对舆论的掌控非常的严格 对一些这个微博大腕的掌控啊 也很严格 你的这个言论空间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有人说呢 你现在在国际卫视做节目 是墙里开花墙外乡 还有人说啊 司马南辛辛苦苦十年 不如周小平花千方 辛辛苦苦一年 你是不是有一些失落感 有什么感觉 谢谢这些朋友们 总是能够这个 从心理系的角度来解读我 只不过他对我不够了解 中国的舆论呢 确实是有受潜质的一方面 就是有些这个大V 他们我们的词叫做撞墙沉船的言论 叫做反党恨国的言论 涉到某些限制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 中国互联网的宽松度自由度 在网上任意口水滔滔 那其实管的是不利的 因此我对中国政府对于那些 反共恨国的大V们的那些言论 管得不够言 至于花千方和周小平这样一些 比我要年轻一辈的年轻人 作为网络草根 他们讲爱国主义的内容 我是支持的 我认为他们受到舆论的追捧 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是北京胡同一个傻大爷 水平也比较低 看到年轻人的成长 我自是为他们高兴 但我有另外一个主张 那就是包括周小平和花千方 他们这样的人 他们应当的更加惊风雨见识灭 而不是呢 他们突然间出了名之后呢 就像熊猫一样被保护起来 在网络上每个人够全发言 但每个人都应当有承受 别人对他的批评的这种能力 比方说司马南就在网上风来雨去 承受了很多人对他的批评 包括一些有组织的系统的抹黑和造谣 司马南 刚才你谈到了 你在北美国际卫视的春节晚会上 澄清 第一你没有移民 第二你拿的是十年的签证 请问你拿的是商务签证 还是旅游签证 有人说你是爱美国是生活 反美国是工作 还有人把你标榜为反美人士 你自己也在微博上写过 你说我把老婆和家人送到美国这个毒瘤 我自己在中国可以享受小三等等 你现在认为你来往美国这么多了 今后你拿了十年前的也会经常的往返 你认为美国是一个毒瘤吗 你对美国文化 美国的这种政治 美国生活你有什么印象 宝斯娜你这一段问话当中是个复杂问语 里边含了很多谣言 首先司马南不是反美 其实司马南也从来没说过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 我除了孩子在美国读书以外 老婆在北京上班 我本人拿的是旅游签证 旅游签证 现在由于奥巴马和习近平主席 两个人谈判的结果中美关系 进一步深化新型大国关系 两国人员深层往来 所以这一次很多人拿的都是十年签证 签证时间增加到十年 司马南不过享受了两国外交正面成果这一条 所以司马南根本不存在爱美国 在美国工作等等的问题 当然我也不反对美国 那司马南反对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总是有人说司马南反对美国呢 我无数次都做过澄清 司马南反对的是美国霸权主义 司马南反对的是美国有一部分人 总是要破坏中美关系之大局 司马南反对的是有些人 总是要制造混乱性的局面 离间中美关系 我觉得这些人居心不良 这些人不是美国 更不是美国人民 甚至不是美国政府 而是美国的某些利益集团 他们能够在破坏中美关系过程当中 谋集个人的利益 所以我们从两国建设性发展的 这个细形大国关系的角度 来解读公民的深度的这种交流 应该说这是一种正能量 这是一个好事情 很多谣言 抱歉我们这段的采访就要结束了 结束以前呢 我们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 看看他们对你有什么问题 然后请你简短的解答一下 然后我们就休息一下 进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首先是山东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王先生您好 我简单向司马南先生提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左派右派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 您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 我简单提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明明双收 但是只能在美国口无渣栏 盘笑风生 但是他们这些脱节的这些思想 对中国的发展真的有益吗 第二个问题是 武汉后的家乡自博都在评选全国文明城市 要求武汉的市民 背诵社会主义海鲜价值观 我想问一下 中国真的现在文明了吗 第三个问题是 网上有一张那个司马南先生和王立军赵本山的一张合影 我想问一下这是真的吗 这个合影的背景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 司马南先生有没有读过卢先生的二头艺术 谢谢 好 谢谢山东的王先生 再请一位西藏的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您有什么问题 你好 司马南先生 上次你全家美国篇全部我看的 我对你的价值观有所了解 现在我给你讲一个 我爷爷给我讲了1960年粮食过关 这是中国农民作为大资荒的说法 在我上小学三四年代之后 我爷爷就告诉我 60年恶死人是非常常见的时候 那时候大多数要我们人全身负重 要我们素贵人群 路上走着走着就倒地就死了 人们没有粮食吃 腿里都 树皮都给吃光了 吃得稻草窝草 观音土 司马南先生可能是贵族 不知道什么是观音土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给观音土和若阿佛祖 佛祖上香烧成的灰 老百姓吃了那个汁之后呢 会在肠子里面像水泥一样凝腿 最后拿一个肚子 大得像十个月的孕妇一样 像吹胀了气球一样 卖卖的从此 这种死法急不忍道 日本人杀我们 好的 好的 西藏的高先生 时间有限 您提的问题 我们的意思已经听清楚了 斯马南先生 刚才这个山东的王先提了一些 中国现代政局的问题 左派了右派了意识形态掌控等等 等一会我们留到第二个部分 再进行讨论 他就提到一个具体的问题 就是近日中国的网站上 登了你和这个王立军 一起合影的这个照片 还有赵本山和王立军等人的照片 你认为这有没有任何的意思在里边 我和王立军的照片是 几年前我参加中心部的一个文明代表团 到那去考察文明城市建设的时候 王立军作为副市长接待我们 我跟他照着 那个照片是我自己发的微博上去的 是这两年不断的有人把这个拿出来 作为司马南参与什么什么政变集团的证据 这是非常可笑的 第二呢 我跟赵本山没有见过面 尽管我们是老乡 从来就没有过 王立军 赵本山 司马南再一起合照片 这样的说法不是实事求是的 好的 时间的关系 关于司马南的移民风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请司马南和陈破空 就中国时局进行辩论 请继续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 VOA卫视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